之前开招的赛的时候总闻到车里有股豆油味 那是已经洗了两三遍了 还是有 后来发现在这的备胎槽里有豆油 买车的时候听说这车的前任车主是开奔扎油房的 这豆油确实不错 味道比较浓郁 这备胎槽里是拿鸡头水洗的 然后直接用水板冲 底下有撕着放水孔 把放水孔打热之后的话清洗的还挺干净 这这板的话本身没有太大味道 上面有层毡子 这这盏子就不用它了 后来去弄毛市场砸了这垫子 这垫子尺寸还挺呵斥 大家觉得内饰的一味最恶心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豆浆 我朋友闹到赛之前就是他妈打饱走餐的时候 豆浆撒到车里 然后夏天就直接发酵了 那种味道确实是非常的恶心 再就是钓鱼老 钓鱼老打沃子用的东西 如果要是沉到贝塔槽 或者是坐椅下面融化之后 那种味道真的是很难吸 内饰把银箱主机还有方盘都换了 门板也换了 所以说看着还挺新的 这个状态的话基本过得去 外观方面还得换点件 首先就是换的副驾驶一侧的后视镜 副厂件 这个副厂件的话 它不带电动折叠 现在每次折镜的时候 只有主驾驶的能折上 副驾驶的不动 其他的就是副厂的大灯 看着是挺亮 但是高低调节不好用 现在就一直固定在最高位上 而且我没法把它往下调 这样的话晚上灯开起之后 还是有点晃对面的车 不行我就夹着透镜 或者是把这大灯换拆车的原厂灯 2002年8月出厂的车 这车现在发动机已经跑了36万公里 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换了这空调下锁机 还有一支压法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口罩性非常好 分店鸡漏油问题解决了 像那些香蕉圈啊 蜜蜂垫啊 这些东西百分百都是需要装换的 没有办法 这方向盘表面的皮子不太行了 老花掉这 重新包一下吧 四达窗框的电动条撕起之后 就知道为啥它要加电动条了 里边这这窗框的胶条全都老化了 而且这东西非常贵 全车都换的话 大概要1800块钱左右 这胶条确存挺明显的 特别是这块 而且最搞笑的是 这车后窗的胶条和三角窗是一体的 所以说胶条特别贵 这箱子里都是敏锐的风口 它前面中红上面的风口适合出合一体的 然后这是买的拆车的扬声器 跟之前的一样 也是顶配军月商哈曼卡顿的扬声器 相对来说信价比比较高 拆下来的面板和方向盘 中红主机已经换掉了 大屏导航就大屏导航吧 然后方向盘的话换的是高配带动能按键的 还单独给它配了个转扬柱电脑 否则动能按键用不了 方向盘包好了 39点的位置是用的这种打孔皮 抓窝的手感还不错 而且细节方面过得去240块 这样的话不掉渣子了 再有就是换了个新的扶售箱 之前也是家装的扶售箱 这东西100元左右 所以说做中用料比较一般 时间久了之后 说了老话就得换一个新的 宝马730确实上完牌了 但是最近没怎么开 再开那台电奔腾 等奔腾跑完高速之后 具体我说一下这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怎么样 它续航达成率到底如何 反正现在我认为它快充的速度是一般般 转发红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